欢迎昨丁今天晚间的TVBS 2100看世界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谢家荣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 跟我们分享您对新闻的观察 跟大家做及时的互动 一开始马上来关注是南韩的政坛 总统影席月的弹劾案 预计到星期六才会做正式的表决 不过在这之前呢 国会先针对监察院院长崔仔海来开刀了 他们认为呢 他包庇第一夫人金剑西涉及不法行为的调查 所以这个弹劾案已经正式通过了 192位国会议员出席有188人都投下赞成票 他会立刻遭到停职 而这也是南韩宪政史上第一次有监察院长遭到弹劾 这是来自南韩的最新消息 那至于影席月自己的弹劾案呢 我们知道昨天呢 在野联盟其实已经启动了整个弹劾程序 不过其实呢过程还蛮复杂的 因为呢5号要先做这个正式的提交到7号的晚间7点钟 才会做正式的表决 那这个中间几天的时间主要呢是来做辩论 所以一定呢必须要经过至少24个小时的等待 那至于执政党呢是怎么看影席月这次发动闪电戒严呢 我们都知道国会呢因为在野联盟的这个国会席次比较少 所以需要至少8张执政党的这个议员倒戈投票才有机会通过 不过呢执政党国民力量就已经说了 他们其实呢不会让这个弹劾案通过 108位议员会团结抵制 但是已经要求影席月要来退党了 毕竟呢戒严这个行为没有人能够替他辩解 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说明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来伤害南韩的民主自由 不过呢就算在这个国会通过之后 还是要送到宪法法院去审查 那中央日报的报导就特别提到这个当中的困难度 因为目前呢宪法法院有9位法官 需要9位法官但还是有3个位置是空缺的 所以恐怕会对整个审理的程序 产生不小的冲击跟变数 那南韩的民意是怎么看影席月这个人 知不支持他被弹劾呢 我们来看这一份民调数据呢 是纽西兰的一个通讯社做的 有73.6%的民众说支持弹劾影席月 认为他应该要下台 我们以地区还有年龄层的分布来看呢 集中在南韩西南部的光州地区 有79.3%的民众支持的高于这个全国的平均数据 那以年龄层来看呢 年轻人特别不喜欢他 18到29岁呢有高达86.8% 认为他没有资格再继续当南韩的领导者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弹劾要经过非常多冗长的程序跟步骤 就连在野党党魁李在明都坦言 弹劾案要正式通过有难度 在4号凌晨宣布解言后 身影超过40小时的南韩总统尹熙 原本传出将发表公开谈话 结果却没现身 在解言之乱后连续身影两天 以西越所属的执政党 国民力量党在解言后召开 紧急闭门会议商讨解言之乱 善后事宜但党内确定将反对 在野阵营提交的弹劾案 南韩国会由300名议员六大在野党 加起来192席次 想通过弹劾至少还需要执政党的酒票 在野党党魁李在明坦言 本周要通过弹劾的确有难度 但以西越被罢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被任命为戒严指挥官的陆军参谋 总长普安珠已经递出辞呈 以西越仓促戒严也让盟友美国措手不及 国务卿布里肯说近期将与他通话 专家表示假如尹西越最终保不住 总统宝座由总理韩得住代理 南韩将轮为跛脚压执症 届时川普上台恐怕会狮子大开口 要求南韩为驻韩美军提供更多资金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尹西越现在如果被弹劾的话 其实不止冲击到南韩国内的政局 而是整个东北亚 甚至呢美日韩的联盟 接下来都会乱成一锅粥了 怎么说呢 美国就评论这一次南韩的戒严 副国务卿坎贝尔就说 这是非常严重的误判 极具问题而且根本就不合法 所以南韩未来几个月 会面临到蛮大的挑战 而美方呢知道南韩发生这样的消息 其实也感到相当的惊讶 那另外就是呢 前总统普正希他的幕僚 也对尹西越这个做法做出了评论 他说尹西越根本是一个 不懂政治的业余人士 准备不足 欲言南韩接下来 会陷入很大的混乱 那北韩呢可能反而占到了上风 觉得趁这个混乱的时候 或许可以来散布一些假讯息 所以美日韩三边的关系 为了要怎么样结盟 来对抗这些呢 他们反对的势力呢 恐怕也得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特别要来关注的是呢 日本目前其实政局也是不太稳定的 因为新任的这个首相石破茂 声望其实蛮低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 华府会面临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 因为拜登马上要卸任了 所以要交棒 这个过程当中 难免会需要一些时间 来做适应跟调整 那南韩的部分 尹西越面临戒严风暴 在野党提出了弹劾案 所以接下来川普上任之后 他当了美国总统 他想跟日韩一起来抗中 不过他的伙伴们 都是声望相对比较低的领导人 对川普来讲 可能也必须要来做足准备了 那尹西越过去 一直是所谓的三边合作框架的 主要推动者 他希望呢透过和赫组来延伸 这个朝鲜半岛 不过现在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和赫组的议题 必须要被放到一边暂停讨论了 所以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韩的军方高阶将领呢 已经确定呢 这个讨论必须要暂时先来中断 另外就是石破茂呢 原定在明年一月份要访问首尔 现在计划恐怕呢 也必须要取消或者是改期了 但至于南韩国内目前也在针对戒严令 做比较详细的调查 已经请辞的国防部长金龙显 在今天已经被限制处境 南韩走闹引西越的短命戒严令 军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南韩国防部周四召开记者会向全体国民道歉 只是戒严令颁布当下 特种部队持枪前往国会 金上昊公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 而且前往国会的军人 并没有配备实弹 金上昊还解释 韩联社报道辞职获准的金龙显已经被限制出境 警方也介入调查 要厘清他在这场戒严混乱中所扮演的角色 TVB的新闻找不到 而在引西越之前呢 被这个国会弹劾的总统您还记得吗 就是2016年设入了闺蜜崔顺时干政案的前总统蒲景惠 不过有南韩的网友开始比对 蒲景惠跟引西越两个人的政治生涯 就发现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认为这里面是不是有平行时空呢 他们两人的任内呢 南韩发生了蛮多的大事 两个人的这个时间线一对比你就会发现 几乎很多都是雷同的 比如说我们把时间推回到这位曾任过 法务部长的国会议员邱美爱 他当选议员的时间 蒲景惠任内他曾经第五度当选 后来引西越上任之后呢 他又第六度当选 刚刚好是对得上了 再来就是呢 天团Coldplay宣布访问南韩 也分别都在两个人的任内来发生 那再来就是奥运了 在蒲景惠任内的这个礼乐奥运 当时呢 南韩的奖牌数 篡升到全球第八位 那引西越任内呢 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 南韩的表现其实也不错 一样是拿到了第八的位置 再来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就是来自南韩的这位作家叫做韩江 他今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那时间回推到当时蒲景惠的任期内呢 他得到的是布克奖 所以韩江在两个人上任的期间呢 其实都写下了这个生涯的篇章 再来就是在电竞界赫赫有名的 菲克尔李向赫 跟这个SKT T1 拿到世界冠军的时间点 一样都出现在 普景惠跟引西越的总统任期内 那再来就是跟美国总统川普有关的了 我们都知道呢 川普在2016年当选 第一次当美国总统 当时是普景惠执政 今年川普又再度回锅了 又是在引西越任内 所以引发很多人的惊呼说 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这么多的事件 刚刚好两个人呢 都有高度的相似性跟雷同 但是呢 引西越这一次颁布戒严令 40多年来呢 几乎没有发生过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就怀疑她是不是呢 恋爱脑被爱情冲昏头呢 为了想保护她的妻子 第一夫人金建西 免于受到牢狱之灾 出访参加公开活动 都不忘带上爱妻金建西 在野党提报 南韩总统引西越 竟然因恋爱脑为保护妻子 不坐牢 挺而走险 颁布戒严令 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推动 将金建西特别检查法 重新表决 提前到7号 也就是引西越 彈劾案 同一天审理 事实上民调显示 引西越的支持度低迷 一大部分 跟金建西的丑闻争议 脱不了干系 当中就包含 名牌包包一云 金建西被控在2022年底 收受大约7万台币的名牌包 一年多后 网络节目 首尔之声 公布第一夫人收包包的 密录画面 并在去年12月 正式检举收贿 今年8月 检方裁定金建西 没有犯罪嫌疑 不予起诉 不过在宣布戒严当天 南韩警方才大动作搜查 首尔之声的办公室 第一夫人的争议不止这一桩 她曾被指控涉嫌论文抄袭 履历造假甚至炒股 最后通通没事 在野党推动金建西特别检查法 也遭尹锡悦 动用总统权力否决 他们才会再度提出 CNN指出 第一夫人的这个名牌包 有可能是压垮尹锡悦的 最后一根稻草 TBBS新闻综合报导 当然尹锡悦这个举动 引爆了全南韩的怒火 而另外呢 南韩国内 现在也有蛮多的混乱局面出现 像是呢 韩国的铁道公社就宣布 因为劳资谈判再度破裂 所以他们要展开 无限期的罢工 预计呢 会从今天12月5号呢 正式的开始 那会影响到哪一些的线路呢 包括像是首尔的134号 还有金益中央线 水人盆塘线 跟KTX的所有路线 那对整个首都圈 车班次的影响 会降到75%到90% 而如果您有计划到南韩想要做高铁KTX的话 那恐怕呢 这个列车的班次 会只有降到原本的58%到67%了 要提醒您要特别多确认这个相关的资讯 那KTX也说 他们这个铁道公社也说 他们非常担心呢 一旦班次改变会影响到旅客的行程 所以会加强宣导派187位工作人员到现场去 来特别的维护秩序 那当然这一次的主要的破裂原因是呢 他们希望呢 在两个部分 包括新线路招募安全人员 还有就是 绩效奖金的支付上 没有办法在劳资双方达成 这个共同的共识跟协议 不过呢 在这次的这个罢工行动当中 工会也特别提到了戒严的事件 他们说呢 希望大家都知道 守护民主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呢 大家为了国民安全一起来努力 能够获得全南韩人民的支持 为了要守护民主呢 这位知名人物 他的举动也令很多人感动 他是知名男演员李全勋 他曾经在特种部队服役过 所以戒严的那天晚上 他特别跑到国会去 对当时呢 准备要封锁出口的军人喊话 要他们千万不要冲动 南韩戒严令颁布当下 国会外急报抗议群众 就连知名南韩演员李全勋 都跑来现场向军队喊话 李全勋直奔冲突第一线 以韩国最精锐的707特种部队学长身份 呼吁士兵冷静 不要伤害人民 尽管戒严解除 南韩人民还是满墙怒火 反对尹锡悦的抗议声浪 从白天到黑夜 首耳烛光首夜 喊话总统下台负责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高达73.6%的受访者支持弹劾尹锡悦 百分之六十九点五认为 他已构成叛国罪 南韩戒严危机在大陆掀起热烈讨论 社群关键字浏览量超过十亿次 吸引二十多万则留言 而雪上加霜的是 南韩铁路周四起展开罢工 韩国铁道公社劳资谈判破局 引发罢工 造成列车延误或停驶 乘客被迫取消行程 还有学校人员罢工 影响营养午餐供应 地别新闻综合报道 而法国最近其实也非常的不平静 现在政府也要出现变天的状况了 因为极右派跟左翼一起联手 通过了一个不信任案 现在总理巴尼耶他的政府已经被推翻 他很快就要正式来请辞了 这个不信任动议需要288票 但总共有331票是投下赞成的 那巴尼耶他做了什么事情 让大家这么愤怒了 因为他援引了宪法条款 不经过国会表决强行通过社会保障融资法案 所以让他成为1962年的庞弊度政府之后 第一位因为不幸任案倒台的总理 也是任期最短的一位 接下来要谁来接替他的位置呢 总统马克宏他打算在圣母院重启之前 要公布新的人选 不希望拖太久的时间 才能够有助于整个法国政治的稳定 而更详细的资讯来看这则详细的报道 法国总理巴尼耶在议员习一脸忧愁 因为法国国会已经通过 对他本人和政府内阁的不信任动议 也让上任只有三个月的巴尼耶政府 成为法国第五共和以来最短命的政府 也是62年来法国首次有政府垮台 法国国会下议院是以过半数的331票赞成票 通过这项不信任案推翻巴尼耶政府 原来巴尼耶试图强行动用法国宪法第49.3条 来强行推动一项社会保障预算法案 也就是允许政府在不经投票的情况下 绕过国会推动政府预算过关 但此举也可能触发不信任投票程序 没想到真的发生不信任表决 根据路透社报道 马克宏可能在本周六巴黎圣母院重启仪式前 迅速任命新总理 再来关心呢是在日本现在面临的一个社会危机呢 就是生育率实在是太低了 低到什么程度呢 已经连续八年都在降 那去年度呢只有1.20 您知道要维持人口稳定的话呢 这个数字必须要是2.1 但日本呢几乎只有比一半再好一点点而已 所以日本政府现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预向就说了生育率低可以说是无声的紧急状态 必须要想办法来应对 那主要很多女性可能担心自己如果生了孩子之后 又要在职场工作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小孩 有很多很多的顾虑 政府打算从工时开始着手 给女性更多的诱因 他们承诺呢可以提出像是灵活工时这样的措施 希望能够刺激出生率 所以东京都知市小十百合子 他就说了从明年开始呢打算让公务员 你可以每个礼拜选择只要工作四天就好 就是周休三日 不过不代表公时就会直接减少 因为呢每个礼拜 每个月的公时呢 预计还是必须要155个小时而已 那或者是呢你有这个临时呢要这个托育的需求 很怕会耽误到工作的话 一样这个政策的方案里面呢能够允许 家中有小朋友的公务员 每天的公时可以缩短两个小时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照顾孩子 当然这是明年4月份呢才会正式上路的成效如何呢 到时候会再带大家一起来仔细的检视了 不过台湾呢一样生育率很低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房价实在是不便宜 我们来看看这一份是亚洲十大城市一房一厅 月租中位数的排行榜 哪个国家最高呢 第一名呢就是新加坡了 一房一厅大概要花14万才租得到 其次是香港东京 那台北呢则是排在第五位 月租也要2.6万元 越南第二大城市河内积聚成长潜力 2024年把GDP成长目标定在7% 但这也代表这是一个生活大不易的城市 像是这对夫妻带着五岁小女儿挤在 大约两个停车格大的一大房里头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工作 这个房子也是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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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来教育每天 房子住在租来的公寓 煮饭洗衣 小孩的教育玩乐 都在同一个空间 生活极其简单 而他们有个买房梦 会有这个梦想不但是在城市打拼的目标 疫情碰上了高通棚 两夫妻的月收入约为1183美元 合台币38496块钱 当时无法收支打平 只能够先把小孩送回乡下 靠上一辈帮忙带 但是现在如果想换租个两房卧室 月租就要1000万越南盾 相当于394美元 占了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 越南盒内的房价过去十年 涨了三倍之多 若是和去年相比 房价的增幅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但是薪水的涨幅只有8% 根据全球房地产指南调查 亚洲十大城市租一房一厅的中位数 前三名分别是新加坡 香港东京 新加坡和台币高达14万元 香港7万 东京3万9 台北则排在第五 平均达到台币2万6 马来西亚吉隆坡排在第七 平均台币2万3 越南的河内排第九 平均房租台币2万2 买房租房养房的沉重压力 让很多人决定逃离 这是我们的餐厅 我们的全家庭 像是身处丛林中这不到十平的迷你房屋 住了马来西亚这一家五口人 还有三只猫 从事出版业的男主人艾伦 厌倦了都市的生活和压力 带着家人断舍离出走 他们移居到距离吉隆坡 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 开辟自己的小绿洲 一家人平时享受森林电影院 用餐的chill氛围散发疗愈感 还顺便经营起Airbnb 像是这样 希望能够暂时逃离都会压力的 还有中国大陆的青年躺平族 在距离北京约三小时车程的地方 这里有一座青年养老村 是迷惘的年轻人 互相取暖的歇脚处 躺平是为了充电 来到这座养老村的人 可以是住民 也可以是打工换宿的志工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我打算可能在这里半年 给自己半年时间调整一下自己 长时间的工作让我觉得不很麻木 年轻人来到这里体验农村生活 做点手工艺劳作 还能够和村中的长者打打卫生麻将 这是我们的村民和喜欢我们村子的人 一起出力出钱 然后亲自建的 尤其当中国大陆房市低迷 经济缓慢向前 新年就业率大不如前 就怕前景茫茫 会让大批年轻人 出走城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刚刚成为台湾女婿的 前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 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大谈当年王立军事件的幕后秘星 他就提到呢 其实薄熙两家 根本就不曾有过任何的过节 认为父母亲入狱 跟习近平没有关系 不过外界总是喜欢挑拨理解 外形帅气的薄熙来 曾被称为大陆版马英九 早年他在重庆大刀阔斧 整顿治安 被人民封为打黑英雄 甚至被视为 他是当年与习近平 争夺接班大位实力最强的对手 但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 日前在婚宴上一番话 又掀开成年旧事 2012年2月6号 薄熙来的副手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 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寻求政治庇护 并踢爆薄熙来烂权内幕 薄瓜瓜一改过去低调姿态 5号在社群平台发文 先是驳斥这几年媒体 说他开法拉利 并拥有巨额资产的传闻 接着针对王立军事件表示 本以为他铁面无私 敢于跟黑市利拼 一路提拔后 他却痊愈熏心 打黑成为黑打 滥用职权目中无人 薄瓜瓜接着大爆料 表示王立军成为妈妈 鼓开来的健康总管后 竟持续给他下药 让他长期卧床足不出户 最后引发美国使馆事件 我感觉到我用人失差 薄熙来在重庆市 人大代表团记者会上 首度就王立军事件表态 这也是薄熙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薄瓜瓜强调薄熙两家不曾有过节 我父亲从未妄想与其针锋 并早表态会全力助围 我父母入狱也与他无关 但不断有人挑拨离间 文中指的他就是习近平 薄瓜瓜罕见畅谈当年政治秘新 但陆媒不见相关报导 可见薄熙来一家 在对岸人事竞技话题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这几天关于陆生访问团的禁忌话题 就是中国台北这四个字了 那陆委会的回应就是呢 陆生绝对不可以发表 对台湾地位有伤害的言论 这是访问台湾最基本的需求 而今天访问团呢已经离开了 那陆委会说 接下来会尽快召开跨部会的会议 来决定后续的处置 陆生访问团提着不少伴手礼 5号上午抵达桃园机场 准备回家 现场除了桌球金牌好手 马龙的粉丝依依不舍外 台独和反共的标语也如影随形 下次要回想再来吗 你要吃一杯小碰 陆生访台促进交流 原本是美式一桩 但未来恐怕难度很高 因为前几天不经意的这句话 让台湾社会舆论炸锅了 我先代表这个师生访问团 向中国台北队获得世界冠军 表示祝贺 一句中国台北让外界引发统战联想 陆委会还可能因此祭出行政处分 未来马英九办公室恐怕长达五年的时间 都无法邀请陆方人士来台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表示 本来明年要邀请大陆奥运金牌好手 勇渡日月坛 结果此令一出 樊振东全红禅攀展乐 恐怕都不能来了 宋思雅因为他这几天压力非常大 那他认为说自己是不是因为自己讲说话 然后害了整个团 所以我真的也在呼吁一次 民进党不要再霸凌一个20岁的女同学 阿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 会牵涉到我们的许可办法的第16条 第一项的各个条款 中国台北它是有强烈政治性意涵 这个是台湾人民不会接受的 到底有没有踩到红线 陆委会表示将在短时间内召开跨部会会议 做出裁决 陆生访台行程结束了 但后续引发的政治效应未完待虚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关心呢 这是台船建造大五级救难舰第一艘的大五舰 被募集到 悄悄的呢 在台船的高雄厂区交舰给海军 另外这则是海军陆战队的特勤队 在高雄近海实施专精的训练 也被民众呢眼尖看到有美军的人员率队出海 画面中这艘缓缓前进的五七一号军舰 就是海军最新的大五级救难舰 今年十月底才低调交舰给海军 海军加强装备换性的同时 海军陆战队特勤队日前在高雄近海实施专精训练 也被募集由美军人员率队出海 严禁蛇攻击直升机运输直升机飞越上空 演练运输反击部队进入军港 护航压制地面敌军 美国海军陆战队编制有突袭兵 每个营由四个连组成 每个连有一支由一百多名 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海军陆战队员 组成特种作战小队 擅长使用包含突袭舟在内的各型数据 去执行海岸侦查任务 在台湾的美军顾问 从以往的三十几位 可能会扩增到两百余位 那这就象征落实国防授权法 就是对台湾就是国军的协训 同时也有更多的台湾地面部队 前往美国的相关的基地 对此海军司令暂无回应 事实上美国海岸巡防队 每年派遣事官及的辅训小组抵台 对海巡署进行训练 以专家名义来台 协助登船攻坚训练 是行之有年 不过再度被捕捉 仍旧成为话题 TVB宣传李明慧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呢 在海上又发生冲突了 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船 在南海的黄岩岛附近 对菲律宾警卫队跟渔业局的 例行巡逻舰艇采取侵略性的行动 不过中国大陆呢 也放出了一段自己的影片版本 反控是菲律宾船只蓄意重撞 中国海警船直接瞄准导航天线 朝菲律宾船只发射超强水柱 由于冲击力太强 船员只能不断后退急忙找掩蔽物 白色的中国海警船 船身不断朝菲律宾船只靠近 紧接着撞在一块 海警船船身还出现明显刮痕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4号 发布最新影片指控中国海警 在有争议的南海黄岩岛 采取侵略性行动 不过大陆不甘示弱 海警也公布影片 指控这些菲律宾渔船 根本不适合深海捕捞 却假装捕鱼非法聚集 另外一艘渔船甚至还载着记者 在现场摆拍宣传 而且是菲律宾渔船不顾警告 急转弯主动冲撞 证明这次冲突根本是大外宣 近期中非在南海的争端有增无减 两国的手段也进接到法律战 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 在11月8号单方面签署海洋区域法 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 岛礁和相关海域 纳入非方海洋区域 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出招后 大陆也根据海洋法及国际法 划定并公布黄岩岛海基线 另外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再向联合国提交黄岩岛领海基线声明 和相关海图 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非的南海角力越演越烈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下个月就要正式过农历春节了 有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 包括要吃辣巴粥 还有正月十五庆元宵 而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把这些春节相关的活动 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也让由中国大陆方面提出的入选 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 来到了四十四项高居全球冠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三在巴拉圭 卢克举行的会议上 把全球各地四十五种文化习俗和产品 选入今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台湾人熟悉的日本清酒就正式上榜 这个超级鼓舞的消息 让隔了半个地球的日本清酒界当场举杯庆祝 由于日本料理已经在十一年前的二零一三年 以核实名义正式纳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回清酒再上榜 反映出日式餐桌上的文化颇受国际肯定 对于东京这家有数百年历史的酒厂来说 祖先流传下来的这一整套酿酒手艺 从蒸制米饭到混合酒渠 再与特别选用的地下水混合发酵 最后透过时间魔法获得充满迷人香气的罪人饮品 整个过程获得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肯定 虽然让人高兴 但如今有个情况却是让业者倍感头痛 由于高温干旱导致水稻欠收 不但民众餐桌上的百米越来越难买 对于清酒业者来说更是重伤 再加上日本国内的酒精饮料市场如今正面临 包括威士忌与鸡尾酒等其他挑战者的竞争 因此业者期盼透过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 让清酒进入全球更多个角落的餐桌上 除了清酒之外 这次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路上 还有一个也是台湾人熟悉的项目 那就是春节 从年夜饭 贴春联 买年货到走春 这一系列活动 由北京当局以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为名 提出申请 并且获得通过 从年前的拉八到十月十五 这几十天里面 中国人进入了一个非常祥和的状态 大家互相是喜气洋洋的在过春节 体现我们的一个爱好和平的 祥和的这个氛围营造的一个价值观 那这种价值观 在我们当代世界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南韩与越南等地 也有过农历年的习俗 此前还曾经出现舆论声浪 呼吁把春节常用的英文说法 Chinese New Year 改成Lunary New Year 因此北京当局这次申请时 特别选用Spring Festival 来称呼春节 避开英文争议 我们将继续认真旅行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不断提升 非移系统性保护水平 同时申报和推介 更多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精神 蕴含中国智慧的 非移项目 中国目前共有44个项目 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量居全球各国之冠 而国际上共有777个入选项目 祝愿今年与春节和清酒 一起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迷路的 还有这种称为可巴亚的东南亚传统服饰 以及巴西白起司 加勒比海木薯面包 和巴勒斯坦橄欖油肥皂等其他43项 未来将透过持续的保护与关注 让人类文化遗产更加丰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纽约曼哈顿爆发了枪击案 这是全美最大的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 在饭店外遭到枪手从背后攻击 身中多枪不幸身亡 现在警方也寄出了高达台币32万的悬赏金 来追捕开枪的嫌犯 监视器画面拍下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 刑警饭店正门 枪手像是埋伏已久从箱形车旁跳上人行道 举枪朝他背后连开竖枪 美国纽约周三早上六点多 第六大道的西尔顿酒店外爆发枪击案 死者身份曝光 竟是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执行长汤普森 调查小组在附近发现一只手机推测整起事件是预谋犯案 警方公布疑似枪手的照片还寄出超过台币32万元的悬赏金 现年50岁的汤普森当天是来参加公司投资者日会议 他背部及腿部重担不致身亡 其实透露他生前就曾收过威胁性 专家分析不排除是背后有人指使 因为联合健保集团是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 最新一季财报净获利高达近2000亿台币 在华府还有庞大的游说团 被视为美国无法实施全民医保的绊脚石 或是许多人负担不起医保的元凶 酒店外现场拉起封锁线 节庆江志却爆发枪击案 也令游客胆战心惊 如果您去过中国大陆旅游会发现 当地的行动支付真的非常的普及 不过也衍生出了个资保护的问题 像上海很多地铁站最近出现了自动贩卖机 会诱导消费者输入你的人脸支付相关的讯息 还有生日啦手机号码啦居住的城市等等 已经有违法搜集个资的疑虑 在高温间台上倒入粉浆 机械手臂会自动抹匀加酱料放坚果撒葱花 行云流水做出热腾腾的蛋饼 大陆自动贩卖机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但政府相关部门发现 部分贩卖机存在过度搜集各资的现象 人脸被识别后还要求授权获取性别 手机号生日常驻城市等信息 先前上海地铁共1462台贩卖机中 829台有刷脸支付选项 市府要求删除后才能重新营运 记者事后来到上海市静安区 地铁13号线南京西路站 需要人脸辨识才能开门的机台 以取消刷脸机制 现在自动贩卖机的门就开了 全程没有识别我的人脸信息 大陆到处都能用行动支付 但自动贩卖机却能未经同意 搜集人脸等个资 除了公共场所外 其实很多商家的APP小程序 也过度搜集个资 线下点的就是线上就是自己账买 那就是说只要我买 我要想自己买自己付 就必须把信息交给你 连锁咖啡龙头 瑞幸咖啡也被点名 其他包括上海6300多家酒店 1200多个健身中心 70多个体育场馆 600多家超商超市 2900多处公共厕所 同样都被勒令取消刷脸机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 它可以基于这样一些人脸 现在都能够通过动态的 做成静态的 从短视频做成甚至更长一点的视频 这样扩散出去的话 这样后果可能说是就 就有非常大的 这个危害后果的想象空间了 专家认为人脸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未来必须有法律依据 单独告知 有关公共安全的场所 才能搜集使用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讲到旅游 台湾人最爱去的还是日本了 所以各家航空公司都在抢日本航点的新商机 像长荣航空呢 他们跟三里欧联名守航先台 而华航则是把皮卡丘的彩绘机派到高雄去 明年甚至打算要复飞 雄本航线 整个机身都是粉红色 抽卡哇伊的KITTY涂装 准备翱翔天际 三里欧明星陪旅客出发 航空公司年底前大抢日本航线 长荣粉红街亮相 这也是第二架Hello Kitty彩绘机 四号首航日本仙台 十二月底还有糖果机压轴登场 要飞法国巴黎 新雨也准备要直飞神户 明年四月下季航班 台北台中都能正式投入运行 也是台湾第一家运营神户机场 台北美洲三班台中天天出发 过晚在整个大金板省地区的一个进出 都是透过关系机场 那神户拥有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 那终于直到今天神户机场开始 可以运营国际航班 华航当然也不落人后 先是皮卡丘彩绘机出任务 明年元旦开始将派飞高雄大阪 以及高雄首尔 以新世代的A321neo来载客 而且明年农业年后 也将奎为五年恢复直飞高雄熊本 每周三趟有利台地电熊本厂员工来回台日 还有台湾虎航也抢中南部布局日本航线 一样在明年1月21号高雄闸晃每周两班 以高雄为例的日本的航班载客率 几乎都是超过九成的状态 开航称户主要是锁定 已经相对忙碌的关系机场 加上明年2025年的世博会商机神湖机场可以分担一部分的人流 毕竟日本依旧是台湾人出国的第一首选 航空公司不论以IP土装联名 还是升级机舱开拓航点 都是为了要抢占日本各航点的市场大饼 如果不搭飞机坐邮轮的话 或许您会想要尝试看看 这是迪士尼的邮轮宝藏号 在27号要正式起航了 这艘邮轮呢主打的是电影阿拉丁的风格 结合宫廷还有中东的感觉 最多可以让6000人上船 我们跟着外国媒体的镜头来开箱 这艘邮轮最新的设施 迪士尼第六艘邮轮宝藏号 承载大人小孩的梦想 传上七大主题一次满足 不只星际大战主题 漫威角色也活灵活现 宝藏号以梦写为主题 结合经典动画阿拉丁的宫廷风 和中东元素 船内色调以深蓝绿松石 和金色为主营造神秘氛围 船内多个儿童活动区 漫威超级英雄和星际大战主题 让孩子可以参与角色互动 餐厅还打造出可可夜总会的可可广场 一边吃饭听音乐 还能享受舞蹈表演 船上一共19层 人约1200间客舱 更有超过七成 配有阳台 提供超舒适的享受 6000名旅客同时上船 都不成问题 船内玩得不够过瘾 还能到户外享受超刺激的 海上云霄飞车 迪士尼将故事融进船上生活 致力将消费者打造成回头客 TVBN新闻走不走 下个礼拜就是双十二的购物节了 有哪些特别的优惠 哪些商品最受欢迎呢 电商就发现接近年末 所以打扫 还有跟耶诞节相关的商品销量特别好 像蒸汽清洁机就祭出了四八折的优惠 而另外呢 有业者是推限时抢购 万元手机只要同板价12元 双十二购物节 很多电商业者 趁这时候推出一些档期的优惠 以我手上这台蒸汽机呢 它其实是可以拿来扫除的 喷出这样子 蒸汽烟雾就可以来刷除一些 像厨房里面那些玩购污渍 高温蒸汽喷出来 让卡在缝隙里的脏污更好刷下来 一台多功能 刷头还能换成拖把 双十二档期四八折半价都不到 接近年末除旧不新 蒸汽清洁用品 还有能杀菌的蒸汽洗衣机 也便宜超过五千元 像这台韩国的蔬果漫膜机 水果丢进去 连皮带籽都能变果汁 双十二买折扣近两万 业者也发现 这些扫除用具小家电卖得更好 扫除家电和厨房家电已经请具呢 所以像是交换礼物的一些小家电 比较亲民好入手的这种小家电 也是在双十二的时候 会冲一波买气 另一家电厂业者卖的吹风执法器 原价两万多瓶 近八千元 吸尘器也近半价 还有帽子球鞋 甚至是万元手机 都只要十二元 双十二当天凌晨开墙 我们的目标买气 有望叫平日坦跳五倍 那我们也观察到我们的用户 在年末的购物限点里面 他们会采购平常所需要的日用品 像是卫生纸或是纸巾 还有林家业者卖蓝牙喇叭 原价六千多 双十二只卖一千两百多 卫生纸一串也只要十二元 四八六团购加电请制 最低三五折 限折上万 虾皮十二元抢购 还有全占免运 批送最低也有一折 和消费必回馈 勾妈只回馈 赠点百分之十二 每天都能领折价券 年末最后一波购物节 业者也趁双十二推优惠 家电家用品抢供 民众荷包 TV新闻局长 曹人才被采放不到 现在使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在我们的频道按下订阅分享 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的节目 或者您是用电视机收看的话 一样可以拿起手机在聊天室 跟我们做及时的互动 今天晚上想必很多周杰伦的粉丝 迫不及待要去听他的演唱会了 而有些粉丝没有买到票 就聚集在场外 还是希望能够听到一点点他的歌声 现场详细的情况 我们交给记者刘玉璇 天王朱杰伦大剧弹开唱 可以看到场内好歌一首接一首 但是场外也是好热闹 很多的歌迷是没有买到票 但依旧是晚间来到现场 就是期盼的时候 可以听到一点周董的歌声 好嘛 上来问一下粉丝怎么说 晚安 想跟你请教一下 就是真的没人要票 心里很难过就是 对 非常难过 我那时候抢票的时候他就卡住了 了解 就是今天大概几点就来了 大概放学大概六点多就赶过来 是不是在等 有稍微听到什么歌吗 真的就一点点这样子 这边给您做太好 那几首那几首 我落泪情绪零碎这样 所以是身为铁粉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从幼稚园的时候开始 从小听到大 对对 了解 好可以听到呢 其实这个粉丝啊 他都是觉得说呢 这身为铁粉今天真的是不来不行 但是呢没有票啊 所以说只能在场外来听周董的歌声 好可以看到呢 其实哦在地板上呢 还是坐着很多的粉丝 好甚至啊还有歌迷是自背椅子啊 就是期盼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边是坐一整晚 好那么站着的歌迷啊 是把外场呢 是绕了一圈又一圈 好那么呢就是配着呢 这个周董啊 不时传出来的歌声 那么没买到票的心情啊 似乎可以稍微舒缓一些 台湾队长陈洁宪 他目前效力的球队是同医师 月薪65万 不过合约在年底很快就要到齐了 那统医师也担心 他是不是有到国外去打球的计划呢 所以打算要跟他签订长期合约 期限长达10年 不过球团低调表示 目前还在洽谈当中 经级听到这音乐响起不陌生 台湾英雄要出场了 台湾队长陈建仙 在世界12强打出好成绩 对于旅外打拼很是期待 今天如果有国外的球队 认为我的实力 有办法在他们国家立足的话 来跟我们谈的话 相对的 这种机会 不是每个人都有 我会想要把握 我会想要去闯 即使去那边闯得不好的 我也认了 因为我体验过 但目前效力于终植统医师队 球团有意愿跟他签长期合约 让陈杰线成为终身统一人 包含生涯后的教练职业规划 期限可能长达10年 球评也证实 苏领队上周就有表示 统一师队非常有诚意 跟陈杰线还有他的经纪公司谈 如果陈杰线留在国内的话 他还起码还有两三次代表 国家队的机会 又是队长 又是公会理事长 我觉得在台湾的话 会舞台上对他讲会比较好 旅外我个人 我个人看法不是首选 旅外没有不好 但就担心跟王伯荣一样 当时签下终植赴日最高薪 今年又回台湾 因为陈杰线今年已经31岁 2016年加入统一师 今年月薪来到65万 三年合约将在年底到期 有望在2026年取得自由求援资格 统一师有意提前以长约留人 球迷认为以他的身材条件 无法跟每日值得球员 仍高马大相比拼 留在台湾相对好 如果统一师队愿意给一个 复数年合约 加上未来的教练合约 这个是最棒的 我相信对他的棒球人生 也是最圆满 统一师队说 一切都是初步洽谈 低调没有多做回应 另外还有江国豪跟陈冠伟 来自彰化艺术高中棒球队 两人特地在周四回老家 举办线面会 跟相信父老同享这份光荣时刻 TV部人讯讯 陈坚明的一台报道 而且职棒球星陈志远 前阵子传出重新投入餐饮业 投资了茶餐厅 不过最近有另一个消息是 他其实已经被开除 一方面是之前 在周四期引退赛的时候 被批评蹭热度 很多民众抵制 所以没有到他的餐厅去消费 影响到生意 另外也被查出 他疑似没有上班 却照样打卡造假 不过经纪人对于相关的传闻 低调不愿证实 在餐厅忙进忙出 前职棒球星陈志远 今年七月才重返餐饮业 但现在又被爆料 已经悄悄离职 这台餐厅就在新北永和 陈志远被资深媒体人爆料 这个月初被开除 而原因就是因为 陈志远在网路上 讲到假球事件 引爆球迷怒火 今年九月 中信兄弟举行球员 周思琦的隐退仪式 陈志远也发布影片 回忆当年 遭到大批网友批评蹭热度 在餐厅上班 地点也曝光 让许多顾客扬眼抵制 影响生意 而且餐厅老板 在调阅店面监视器 以及打卡记录后 竟然发现 陈志远夫妻根本没有来上班 疑似造假上班记录 也让球迷痛批 除了打假球 现在还会打假卡 店员低调表示 陈志远夫妻两人 已经离开餐厅 也不再是餐厅负责人 吃鸡之店陈志远经纪人 表示没有要多做回应 TV新闻 事件为杨琪 新北采访报导 而死亡车祸的意外 来关心事发生在花莲 这位70多岁的妇人 她沿着中和街执行 但是没有注意到 路口的号制 已经变成红灯 所以整个人直接闯了过去 导致正要去上班的照服员 不小心撞上 两个人都喷飞倒地 那这位妇人 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医之后抢救不治 而至于撞到她的照服员 则是膝盖擦伤 而幸好没有大碍 马路上一辆机车直行 到了路口A 一看号制 明明就是红灯 骑士却继续往前行驶 这时一辆机车通过 直接撞上 两名骑士 盆飞倒地 机车向前滑行物品 掉落一地 碰好大一声 附近民众全都吓坏 4号中午11点23分 花莲一名71岁的富人 骑着机车沿着中和街 游戏往东直行 完全没有注意路口红灯耗制 直接闯了过去 导致力量机车来不及刹车 撞了上去 机车车壳碎裂 车身全是刮痕 周围民宅的花盆 也受到波及 不由路面上更是留下一道 长长的刹车痕迹 撞击力道非常大 其实整个人侧躺 鞋子也掉了一只 消防货包后 紧急到场将伤者 抬上单价送医 见两名伤者 一位欧卡也会有意思 现场患者无明显外伤 花莲93现场给予 CPR AED不介意电子 插管强行征后 就进后送此机医院 71岁的阿嬷 头部撞击地面重创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后仍然不治 而另一名女骑士 是一名照服员 当时刚好要去上班 倒地后一度意识模糊 幸好后来恢复意识颈部 手脚酸麻 膝盖擦伤没有大碍 只是无论开车还是骑车 在马路上务必遵守交通 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TVB的新闻高中 何可言花莲采访报道 高雄古山山脚煞 常有猕猴出没 这次呢 这只猕猴闯进了一家 潮牌服饰店 原来是店员呢 随手摆了一包 没开封过的洋芋片 猴子直接冲上来抢 店家就形容 像是遇到土匪一样 开门做生意的滑板店 遇到不速之客 猴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跳到桌上 雕走一包洋芋片 还和店员对视也不怕 快速冲到屋外 爬上店杆 一溜烟的时间就不见了 店家形容 简直遇到土匪 真的是习以为常 屋檐外 站了好几只猴子虎视眈眈 尤其锁定开门做生意的店家 早餐店老板娘随时掏出空气枪 准备下吼 事发地点在古山清泉街一带 正好是柴山的山脚下 常常有山上的猕猴下来抢食 只要是在地人 早就有防范之心 波猴越来越嚣张 开门做生意 所以不只经营餐饮类的店家是受害者 现在连卖衣帽的滑板店 猴子对装扮没兴趣 只是店员随手带进门 为开封的一包洋芋片 也成了被抢的受害店家 TVBS新闻林一邦高雄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